大家好,欢迎来到米克读电影,我是米克 今天为大家带来的是最近饱受争议的一部电影《花木兰》 本片主演刘亦菲、甄子丹、龚丽和李连杰 故事的开篇,从小木兰捉鸡开始 木兰的妈妈一再告诉木兰 你要空击就你寄击 但是木兰这时已经把鸡追上了房顶 捉鸡的木兰爸爸在下面一直喊 木兰脚下一滑,跌落房顶 还好小小年纪的木兰会得一首好奇功 来个空中转体360阶拉拉提 还来了个亮相,木兰爸爸露出了欣慰的笑容 而街坊邻居却迟之以鼻 晚上,木兰妈妈跟爸爸谈话 说咱家木兰这样顽劣 怕是以后嫁不出去啊 而女人就是要通过婚姻才能给家族带来荣耀啊 爸爸只能跟木兰谈话 让她掩饰住自己的奇功 好把自己嫁出去 这样也是为了保护她 那时候就是这样一个男尊女辈的时代啊 柔然军队在薄里可汗和女巫的带领下 贡献了丝绸之路的北部驻军 消息传到皇帝耳朵里 于是皇帝下令征兵,保卫丝绸之路 每个家庭要贡献一名男壮丁 这一切情报也都被女巫窃取 报告给了可汗 木兰在父母的命令下 经过一番精心的打扮 去见梅婆,要把自己嫁出去 见面会一切顺利 迟到出现了一只该死的蜘蛛出来搅拘 木兰纵使有一身奇功也难以纠缠 这时征兵的阿瑟尔也来到了木兰的村子 阿爷吴大尔,木兰吴长兄 木兰爸只能拖着伤腿亲自披挂上阵 木兰不忍心老爸有去无回地去参战 于是晚上偷走了老爸的祖传大宝剑和铠甲 以及陆续通知书,准备去军营赴命 木兰爸得知以后只能祈求 让祖传的宝物凤凰玉佩去保佑木兰 木兰来到军营,装作男兵化名化军 一个女孩子家跟一帮大老爷们住一起 肯定是各种的不方便和不适应 在教官的带领下,艰苦的训练开始了 练习剑法,射剑,负重爬山 大家的武艺也日益精进 一次刻间,木兰和同一个寝室的红灰切磋武艺 最后一不小心没憋住放出了大招 凌空抽射 这一切也被教官看在眼里 身为女儿身的木兰来到户外独自洗澡 而这时红灰也恰巧赶到 尴尬的木兰只想把红灰赶走 红灰表示我们不打不详实 战场上我们一定会互相保护的 木兰心想谁照着谁还不一定呢 柔然军方面 又一座城池被攻陷了 教官下令不能再等了,马上出征 面对黑压压的柔然军 弓箭手先行扫射 敌军溃逃 教官命令木兰携一小队追击逃跑的柔然军 拿着只狡猾的敌人擅长骑射 边逃边打 最后只剩下木兰一人 木兰深入虎穴 遇到了赶来的女巫 两人单挑 木兰被一镳打死 但也获得了凤凰的救助 涅槃之后的木兰不再隐藏自己的身份 回到战场上来就是一记领空出射 这时女巫化作乌鸦群前来救场 花军摆出防守阵型 这也正宗柔然军下怀 燃烧的投射车一炮一个小朋友 沉着的木兰来了个声东击西 吸引敌军把火球砸向雪山 引发雪崩 一个毁气功的弱女子还学会兵法了 这仗就不好打了 雪崩带走了敌军的同时 也把红灰买在了雪里 木兰救出红灰 并向教官认错 不该隐瞒自己的身份 教官有言在先 不够真的人 只能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 土地管理法第22条 第一款第三项的规定 予以开除 女巫找到了被开除的木兰 屠露心声 原来她们同病相连 女人越是强大 越不被识人所接受 想拉木兰入伙 同时也告诉木兰 可汗要抄小道进攻紫禁城 直取皇帝手机 木兰当然拒绝了女巫的要求 心说 大姐我现在比你红啊 哦不对 是我要保护皇上啊 木兰回到教官那里报信 也得到了之前小伙伴们的投票 他们要赶往京城救驾 皇上在丞相的蛊惑下 来宾可汗单挑 却中了埋伏 原来丞相是女巫变的 另一方面 木兰与红灰和敌军狭路相逢 两伙宿命中的战士 一条狭长的国道 如果你看过上一集讲的 从邪恶中拯救我 那你一定知道这个个 红灰掩护木兰离开 木兰来到大雄宝殿 座位上坐着的不是如来佛祖 这不是西游戏啊 座位上坐着的是女巫 女巫已经没有了回头路 化身乌鸦飞去 原来女巫是带木兰来救皇上 并为木兰挡剑 临终前希望木兰找到自己的归属 大战开始 战斗中 木兰不慎将祖传大宝剑 掉入戎如礼 还好 凤凰附体 木兰用一招徒手擒可汗 和四两薄气筋将可汗致服 并用大招凌空抽射收尾 被救下的皇上第一句就问木兰 你是哪个单位的 木兰救驾有功 被皇上封关禁绝 而木兰不用尚书郎 怨持千里足 送儿还故乡 阴魂不散的鸿辉也赶来送别 回到家的木兰 与父亲兵士前线 同时教官也赶来 送上了皇上赐的新宝剑 肩上刻的美德 钟 永 真 后面又多了一个孝子 一段传奇也成为佳话 永流传 看完电影 我有两点感悟 一是在我看来 这个电影并没有 网上评论的那么不堪 整体还是比较完整 而且没有太离谱的 还原了花木兰这个故事 并且也弘扬了 中华的传统美德 第二感悟是 我终于知道 中国女族为什么这么强了 原来是从花木兰那里 传承下来的 好了 今天的故事就讲到这里 喜欢的朋友 请订阅关注点赞 我是Mik 我们下次再见